几张照片尽能克隆你的人生 你以为的朋友身份却扑朔迷离 随手发布的照片有心之人的利用 一张无形的巨网就此支撑 隐私泄露就在身边 防范有失分享无罪 媒体上的分享自由要如何才能实现 克隆人生每日新闻即将为民播出 小邓是某高校的一名大四学生 某天下课他收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好友申请 对方自称是他的初中同学小杜 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 然后很久没见了就想联系一下 其实我一开始也很将信将疑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朋友圈的照片 发现好像确实是他 我就通过了验证 他就很热情 会跟我说很多学校老师啊 同学啊 还有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情况 我就相信他了 两人相谈甚欢 这也让现实中有社交恐惧的小邓卸下了防备 甚至自愿充当起帮忙缴纳学费的好心人 他就后来说学校催他交学费了 然后最近又联系不上他爸妈 钱就一直没有到账 他还给我看了那个学校催他交学费的邮件截图 问我能不能先帮他垫付 然后我因为相信他了嘛 就先帮他垫了 然后说过几天再还给我 我也没有在意 然而几天后 还沉浸在老友相逢喜悦中的小邓突然发现 对方居然把他拉黑删除了 心态崩溃的小邓才意识到大概是上当了 就通过自己初中的班主任 找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结果却让他更加恶然 找我的时候我人都懵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那个微信号根本不是我的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去加过他 但是他给我看的对方朋友圈的那个照片 全都是我发在朋友圈里的 然后那个交学费的邮件截图 也是我前段时间发在朋友圈里的 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就你说离不离谱吧 就离谱啊就离谱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日新闻 多年未见的好友 凭借着滴水不漏的聊天记录和朋友圈内容 不仅让小邓上了档 更让小杜心生困惑 自己在朋友圈分享的内容 何时竟成了他人的作案工具 而警方后续的调查 更让小杜觉得毛骨悚然 在警方的介入下 小邓和小杜终于找到了那位神秘的好友 小杜是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欲很强的人 林某冒充小杜与他的聊天内容 大部分都是出自他朋友圈里分享的日常生活和感悟 可当林某进一步交代作案动机时 小杜更是震住了 其实我一开始根本没有想过去骗人 其实我就是看朋友圈有一些发的照片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保存下来给身边的人看 什么身边人 记者后续了解到 林某口中所谓的群聊不是别的 而是一个在外网平台成立的丁社群 而群聊的内容 有些是和女友的照片视频 有些是在朋友圈保存分享的女生照片 这些信息被当成菜一样的被发到群里 共群聊中的七千多名群友一银 不对 我平时知道我是有不对 但是你看别人都发 如果我不发就显得特别没有面子一样 那别人会把你爸的照片当成是你自己朋友的照片吗 对啊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林某通过小杜的朋友圈克隆了一位女友 随着操作越来越熟练 他发现依靠克隆小杜 会给失业的他带来更多额外的好处 之前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圈发过 就是他初中同学的名字啊 还有电话什么的 然后呢应该也是很久没有联系吧 然后我就想说 能不能创个微信号去试一试 看能不能骗到那么一两个人 这样 那你这种方式怎么学来的 就有时候看新闻也能看到 然后我听身边有人也被这样骗过 我觉得社交平台就是要来分享我想分享的东西啊 说我想说的话 所以我就根本就没有屏蔽过什么人 然后发生这种事情之下 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针对这类案件 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反诈中心的古警官 从这种案件我们就要看出啊 我们使用网络的时候的风险意识是不够的 他们想不到网络 原来是这么多陷阱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社交平台 包括微信啊 包括一些浏览器啊 他们在你做出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 其实他都有提醒的 只不过我们过于相信对方 把这些提醒很快的就把这个确认件给按了 就过了 然后就上到受骗了 在朋友圈分享生活是它的功能 也是公众的自由 然而愈演愈烈的隐私泄露 不仅让个人数据陷入危机 也大大的消磨了大家对于分享的热情和欲望 如何在社交媒体上保护个人隐私 如何看待媒体上的分享自由 隐私泄露又如何得到有效的监管 成了大家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对此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朋友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对啊 我会经常分享我生活 会的 一周至少一次 不算特别经常 会很喜欢 但是近两年就基本上不怎么发了 在网上是有看到过 确实是有的 就是我听到有新闻是有人的生活照备 被盗用然后伪造身份这样的 我自己在朋友圈很早之前发了张照片 结果被一个不知名的公众号 然后拿走了 小孩子的安全顾虑就是很多 比如说你po了小孩的照片骗他 你说你看我都有你的照片 妈妈让我来接你 我怕这个小孩没有这种分辨意识的话 被坑了 个人信息的话 从自身发布者的角度来说 应该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涉及身份 证件这一类的可能会影响你社会身份的这些信息 进行一个打码 另外一方面我更期望的是可以在平台方面有一些监管吧 因为你不能确定你的个人信息会传播到哪一些平台 如果真的非常担心的话最好就是不发 然后要么然的话就是你打码 然后给图片稍微处理一下 可能把它倒得糊一点这样子 就像朋友圈这种社交平台 它不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场合 它应该算是公共场合 确实很难去保障 这个我觉得就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身是个人你自己需要有这个意识 你需要去想象你发这个照片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这个照片会被别人利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平台本身也需要去 想办法去保护发送者的一些各种隐私的这种方式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针对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欢迎发送邮件到屏幕下方的地址与我们联系 下期节目再见